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糯米鸡 然后这个鸡呢要腌制一个小时 所以现在我们先来放调味料 首先是姜汁 然后接下来是蚝油 再来呢是酱油还有蚝油一起 然后呢就要放少许的白酒 还有一点点的糖 还有一点点的白胡椒 接下来就是麻油 然后就搅拌 要腌制大概一个小时 好,接下来我们再见啦 好,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糯米鸡 糯米鸡是广东的食物 但是在马来西亚也算是很出名的早餐 那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材料 好,我们从糯米已经浸泡了一天 然后还有发泡的蘑菇 还有香肠 然后还有腌制一个小时之后的鸡肉 鸡腿肉 还有我们需要用到一些盐 蒜蓉 五香粉 一杯水 一杯水 酱油 蚝油 白胡椒 晒油 糖 还有麻油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炒 好,现在我们先要炒上头 稀一点点 然后我们要准备蒜蓉一热之后就要放糯米 所以先防水沥干 好,加一点点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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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入生姜 放在蒸汁上 倒入蒸汁 把蒸汁的植物 加上蒸汁 蒸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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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把所有的调味料加进去 我们先来加一些五香粉 然后再来吃一下蚝油 然后再来一下下油 然后糖 还有接下来是酱油 然后最后我们下麻油 然后最后我们下麻油 好 现在所有的调味料都已经加进去了 那我们要炒给它爆香 然后要炒到它半厚领的状态 然后要加入一杯水 然后要放水它才会变软哦 没有放水的话 你要蒸的时候它会不够熟 好 我们等它炒干的同时 我们把蘑菇还有香肠 加进这个鸡肉的腌制里面 我们要不再加滋一杯 我们要加烤肉 好,现在我们已经炒到它收水了 然后我们就要准备蒸笼 好,我们先细火 然后把这里的锅打开 然后把它炊成 我们先上一层油 放入碗里面 把材料 少许的排好 蘑菇,香肠 还有鸡肉 好的,那我们已经排好六个小网的材料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把糯米放进去 然后不可以放太忙哦 要放四分之三 因为它占过后才不会变紧 然后要挤一挤 然后我们重复 把六个小碗都弄好 好 好,接下来我们要在它蒸的时候 把蘑菇发泡的水 放一两汤匙 那么它的糯米饭就会更入味 一 二 一 二 然后加了这个水呢 它也会比较软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一 一 好,我们就把锅盖起来 然后要等一个小时 好吧 那我们就还很浓 好,那半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到了 好,那我们就开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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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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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很轻易的 把这个锅盖拿出来 小小的糯米鸡出炉啦 小小的糯米鸡